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崩坏心穷 铁道皮若康尼2.1版本最新攻略 战一本永天斩无斩 顺息欢乐 泽子鸟为什么那么大 与你同行上座绿 零与你同行鸟 艺术 人生与你同行古多艺散 好那这一批呢是天斩无斩这个成就 来我们打开旅行试迹 进入这个黄泉的试用 然后进入黄泉试用之后呢 用他的战技啊连续击倒五名敌人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这边一直按翼就好了 大家看到连续夹五名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等我们去下期再见 拜拜 来拿泽子鸟为什么那么大这个成就 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带来到招路公馆梦主大厅的传送网点 面前就是城市沙盘 我们直接进入 进入沙盘之后呢 朝射小地图左向角西北方向 我们笔直往前走 前方的话呢 有一个气泡弹珠基 我们过来乘坐一下 这个的话主线调整过了 我们就直接发射 好 发射上来之后呢 笔直往前走 如果说面前这个门没有开的话呢 从另外这条小路绕过去 绕到这边 乘坐这个气泡弹珠基 好 那么这个气泡弹珠基 大家需要注意啊 我们是要做左边这条路线 大家跟着我一块来调整 激光出去 第二个开启 下一个开启 下一个再开启 我们走这一条路线 好 过来之后呢 面前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折子鸟了 我们过来调查一下 好 这边对完画之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右上角点击返回 来到赵路公馆最下方迎宾处这一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有三个酒瓶 我们过来对一下画 那酒瓶这边的对画的话 大家随便怎么样选都可以啊 随便选 然后对画完之后呢 打开地图 来到赵路公馆中间 这个梦主大厅 直接点这个加号 因为刚进来过来 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传送到城市沙盘这一个锚点 还是一样 笔直往前走 做这个气泡弹珠基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带大家调整过了 这边就直接发射了 好 直接发射 然后笔直往前走 再过来做面前这个弹珠基 刚刚这个弹珠基也调整过了 还是左边这条路线 直接发射 好 好 那我们再过来 和这个咸鸟对画 就可以把它拔出来了 好 这边对画 拔出来之后呢 可以打到一个贴纸 以及这个折尸鸟 为什么这么大这个成就 好 那我们去下一批再见 拜拜 好 那这一批的话呢 是上座绿林这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克劳克隐私乐园 最左边 放映区入口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朝着小地区下方 南方向我们笔直往前走 这边的话呢 是一条单行道 我们一直跑到这个 气泡弹珠基这个位置 好 启动这个气泡弹珠基 那这边的话呢 主线带大家调整过了 我们就直接发射了 好 发射过来之后呢 面前大家看到 有一个光明飞车 旁边有两个怪 我们把这两个怪 给它清了就可以 好 千万怪呢 会触发一段对话 对话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那我们就下比赛见 拜拜 好 接下来呢 是鸟艺术人生这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带来到昭露公馆最下方 迎宾处这个锚点 朝着小军上方 北方向我们笔直往前走 走过一扇大门之后呢 在我们的左右两边 一共是有六个这个鸟的雕像 好 我们过来每一个都调查一下 好 大家如果说六个调查完和我一样没有出的话呢 把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再调查一下 就可以拿到这一个成就了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拜拜 好 接下来是古多易善这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克劳克隐私乐园 放营区入口这个锚点 朝着小地图上方北方向 我们往前走 好 然后在我们左手边柜台这里 大家跑过来有一个主题餐厅 好 把里面的这个 三个道具都买一次 好 把里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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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个买完 退出商店 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我们去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